Yay 終於回到家了 其實我今天是一大早就去領這個包裹 因為我領完包裹沒多久就直接去上班了 那工作一整天其實都沒有太多時間去做這個開箱的動作 一直到今天晚上 剛才我七點多下班回來到家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好好來開箱 希望裡面不是包肥皂吧 這是一台二手的這個AirPods第二代 這個是有線充電板 這是我前幾天在網路上剛好看到這個 有一個賣家他開出一個不錯的價格啊 然後他的機礦也不錯 狀態也蠻好的 所以彼此當下我在前天呢 我就直接轉帳給這位賣家 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就收到通知去領這個包裹 那其實我觀望這個AirPods 這系列的無線藍牙耳機 Apple出的無線藍牙耳機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最主要的需求呢 並不是說要聽音樂等等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一個 有一個平板比較大的 12.9寸的平板 那他這個平板是沒辦法連接我一些 以前這個買iPhone留下的有線的耳機 等於說我需要一個蘋果的無線耳機跟這平板配對 這樣我在用在編輯剪輯影片的時候 我直接用耳機就可以去聽他那個影片的聲音 這樣對我在編輯上是非常有幫助 那我也聽說這個他可以 比如說我他可以跟iPhone配對 然後在錄影的時候可以當作錄音的麥克風使用 那其實我常常 我有時候帶著這台iPhone 就是在街上會 突然就會想到就是錄一些情境的短片 就是記錄一下我這個 在外面的一些活動啊 跟家人的一些影片啊 或是說 甚至說是我要用來做YouTube的影片 我是用iPhone來錄影 那我就這時候在戶外的時候 可能我就需要一個 臨時可以使用的一個收音麥克風 先來放一個音樂 先來測試看只有右耳 嗯!聲音好 先來試試看左耳 這樣看起來其實蠻幸運 這個兩左耳跟右耳都是正常工作的 來試試看他錄音的狀況 OK那其實昨天我整個晚上 花了很多時間去測試這個藍牙耳機 憑我的AirPods 2跟我的iPhone 內建的這個錄影的程式 後來測試了蠻久的時間才發現 原來這個iPhone裡面原本 裝的這個相機的App呢 它是錄影的時候是沒辦法用這個 藍牙耳機來進行收音的 後來還得知 我們要先去那個Apple Store 先去下載一個App叫做Pro Movie 在這個在裡面的設定的這個選項裡面 我們設定這個音源 必須使用這個藍牙耳機來進行錄音 我們今天天氣不錯 我們就帶我家裡的學校來進行測試 現在我距離我的手機大概不到50公分左右 我們測試看看這樣的收音品質如何 那我們現在就進到電腦 來聽聽看收音的狀況吧 現在我距離我的手機大概有3公尺左右 在戶外 然後我有帶這個AirPods進錄音 不知道現在收音的品質如何呢 今天天氣非常好 我們來到我們家裡附近的一個學校來運動 那也趁這個機會來測試一下AirPods的收音的狀況 距離我的手機大概差不多快10公尺 那我們先來進行這個錄音的測試 測試它的收音品質 那今天天氣非常好 我們來到我的家附近的一間學校來運動 那太陽非常大 空氣並不是很新鮮 所以我現在還是戴著口罩 那現在不知道這個測音的品質如何呢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聽聽看 現在進行第三階段的AirPods的錄音測試 現在我距離我的手機應該有超過20公尺以上了 我不知道現在的收音效果如何 我現在使用的是蘋果的AirPods 2 進行這個遠距離藍牙耳機錄影收音的測試 今天天氣很不錯 我們來到我們家附近的公園運動 那太陽很好 那只是很可惜空氣並不是很理想 好不知道現在收音品質如何呢 我們待會進去電腦裡面看看 OK回到家囉 那以上的影片呢 就是我們進行測試的藍牙耳機 AirPods 2 進行錄影收音的一個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我錄的影片的左下角 它還有留一個這個浮水印 根據這個App上面說明 是要花台幣100元才能去除這個浮水印 那假如各位正在使用這個Pro Movie 進行錄影收音的時候呢 我有一個小小建議 可以先把手機的音量關到0 那最主要原因是 我們使用Pro Movie 進行錄影收音的時候呢 我們的藍牙耳機會回播 我們大概幾秒前講話的一個聲音 假如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聽到幾秒前我們所講話的聲音呢 它其實是一種干擾 會影響我們講話的一個流暢感 那希望今天影片對各位有所幫助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